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古代和陆路交通相比 大银河是一条高效率的物流体系 它连通着南北各大水系 使相距甚远的物资和文化 得以沟通和整合 如今几经改道之后 它平缓从容 更像一位久经风商的慈祥的老人 守护着那些曾经它滋润过的土地和文明 此刻我就是在金航大银河的夹心段 稀稀立立的小雨呢 使空气中充满着浓浓的寒气 但是也让这里的冬天 多了几分难得的绿意 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一直致力于运河研究的文化学者 崔全森告诉我们 想要了解嘉兴的运河 首先应该探访的是一座古桥 长虹桥 大运河经苏州流入浙江省嘉兴时 然后一路朝西南方向延伸110公里 经过辖区内的三个县市 最后到达杭州 而长虹桥就是大运河游北往南 进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 它横跨两岸 气势辉煌 形如长虹我波 因而得名 也是例如世界遗产名路的 大运河浙江段 13个遗产点之一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也是嘉兴运河上 最美的一座桥了 在嘉兴人看来 这是中国运河上 最美的一座桥 你看这个桥秀丽不秀丽 非常漂亮 长虹桥 对 实际上这个桥非常高大 你看上去 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这么高 对吧 而且这个桥 因为它很修长 对对对 修长 对 你这个用的好 是吧 修长 而且它那个三个 下面的那个孔非常大 所以它整个桥身 虽然跨度长 但是不那么厚重 很轻盈 为什么 这里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基 我们家嘉兴的地基 是软土层 你如果桥上修得很厚重 那个分量太大 那个桥的容易沉下去 所以这个桥灯你看 薄拱 这个拱很薄 是 是 薄拱 你看还有 你看那个桥堆 这个桥灯你看 也比较窄 是 薄拱 薄蹲有实际作用 但也大大增加了设计 和施光的难度 长虹桥是这位平原 软土地基上修建的最大石拱桥 长72.8米 高10.7米 竹孔近跨度达到16.2米 如此大的体量和跨度 石拱最薄的地方 只有不到50厘米 桥墩最窄的地方 甚至只有40厘米左右 几百年 历经多次洪水 依然稳固地屹立在大运河上 据说修建长虹桥所用的每一条石板 长度弧度都需要进行周密计算 细致打磨 当时为了精确施工采用了堆土法 石块气到多高 土就堆到多高 逐层向上 一步步将蓄势放置到位 再挖出土堆 就是这种结构的桥 在欧洲18世纪才出现 我们这个桥建于16世纪 就是159几年 大明代的万历年间 所以比它早了将近两百年 四百多年来 长虹桥虽经过三次重修 但整体结构一直保持着最初的设计 也是江南地区古代桥梁高超建造技艺的代表 这个是谁设计的 是后来设计的 还是说最开始的这样 这个原来就这么设计 这个设计真的太好了 那么年龄大的人 你确实 可以坐着 有点冷 也许都很冰 可是如果要是在夏天的话 对 肯定很凉快 关键是在这里 哇 风景太好了 视野很开阔 到了夏天要是一轮明月 照到天上 天上月亮 水里也是月亮很美 清代乾隆皇帝六四甲江南 都是沿运河乘船巡视 而且每次都到嘉兴 长虹桥也是他进入嘉兴 见到的第一桥 嘉兴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 叫虹桥画返图 这个是清代同志年间 有一个姓顾的一个画家画的 就是这个他艺术的手法 反映了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这个王将军长虹桥两人的运河上 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 我们嘉兴人称这幅图为嘉兴的清明上和图 崔学寸的手机里 还存有红桥画坊图的照片 画卷上 乾隆南巡的龙船正在穿越长虹桥 包括私网船 货船 渔船 渡船等各种船只 三十多艘骑马河面 桥上岸边也是人头船洞 听戏看热闹的 做买卖的 吃饭喝茶的 总共有六百五十多个人物 运河边上还停泊着一种唱戏的 就是水陆戏班 就是在过去那个剧团 它就一艘大船 整个剧团都在这个船上 就停泊在那个正边上 反映了这种民俗的一种景象 是 所以过去的运河上 它其实就像一个特别宽阔的 一个畅通的一个大马路一样的 然后所有的生态都是围绕着运河展开的 对 清杭运河的南段也叫做江南运河 历史上一直都是运输最繁忙的河段 而嘉兴更是处在杭州与苏州之间的 黄金水道上 因而得以从偏居异域的小城 变成南北通绪的运河重镇 直到今天 运河都是嘉兴重要的物流通道 我们看到这个河面上 经常会有一些船只往来 上面可能有些运着沙 有些运着油 这些船它们都是从哪里来 要运到哪里去 现在这个船的就是苏州方向 可以到镇江 那边就是嘉兴到杭州了 据统计 2019年 嘉兴水路的货物吞吐量 已经超过1亿吨 水路货余量 接近嘉兴总货余量的一半 还有大量物资 通过嘉兴段运河 源运不断地运往上海和杭州等地 可以说 近些年 中国江浙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古老的大运河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挥别长虹桥 崔全森带我们来到长安镇 探访另一处大运河遗产点 长安吧 嘉兴段运河虽然连通杭州 但过去从嘉兴乘船到杭州 却并不容易 必须依靠长安吧 作为中转 为了深入了解这里的历史 施质族请来长安运河研究协会 副会长高建林 这个小房子上面写着 长安生船坝 这个生船坝 到85年的时候 比红色冲坏了 冲坏了之后 就建了一个坝 接着这个坝之后 我们用鸡坝来做 就一个架子 一个架子 它把船开到这个架子上 只能用马达 马达把它切过来 切过来是往这里切的 原来这里还有铁坏了 所以铁坏了 这样护车在 护车上这个铁坏一样 就把这个上去下来 这样子的 我们眼前的长安吧 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样子 但其实它实践于唐代 高会长告诉我们 大运河从苏州往南 一直到杭州 地势越来越高 所以需要秦塘姜水的补充 船只才能到达杭州 嘉兴长安镇 就位于地势交接之处 于是在这里建起长安把 它这个坝现在 这个感觉还是碎石子 甚至混着水泥的 以前是什么材质的 都是泥的 瓦片 两边都是瓦片 中央是泥的 高会长拿出了民国时期 长安把的老照片 它是一道长长的斜坡泥坝 有了它的阻隔 运河形成了落差 两米左右的上堂河与下堂河 过往的船只需要通过 先拉翻越坝钉才能继续航行 拉船时 在船头系上绳索 分作两股绕在 雁坝两侧的陆路上 然后转动陆路 牵引船只沿袭破而上 或者顺破而下 缓缓滑入下河 原来这个地方 有很多 有大块地方的 都是堆泥的 堆泥主要是为了润滑 脱起来容易 突然它是五云的 它这个霸子五云的 跟水滴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把烧滑到之后 它放泥 放水 完了 完了之后 这个水突起 突起容易突过去了 明清之前 长安把永处离拉船 后来改为人力 拉船的人被称为霸夫 也正是因为有体力付出 所以这里有一座运河上 很少见的收费站 由霸夫的领头人 霸头来管理 现在呢我们就是走在这个 分水墩上 那过去他们霸头 收钱是在这个上面收吗 收钱呢 它是这个 往相公当里面收的 从广迹八年 它留了一块白 留了一块白 那上面写的 进乐所背 进乐所背呢 是这样的 以前的收费呢 都是白夜打小收的 这个是打热也是这样 小人也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霸夫 可看你这个鞋打 从他就把这个鞋 再拖到一半 他不拖了 不拖了就要 要叫你加钱 虽然因为定价不够细致 霸夫付出更多劳动 想要更高回报 轻有可原 但因此也影响了 大运河这条 交通要道的秩序 当时的清政府 于是在1882年 竖起这座 进乐所背 通过官方的规定 明确了船只 通过长安把的收费标准 这个上面就已经写出来了 每盘大船 是十只给64的吗 不是 一只 一只 中船给钱是48的 小船给钱是32的 就是明码标价了 明码之后 就不可以再乐所了 充满智慧的设计 加上逐步完善的管理 保障了长安把 此后的持续运营 对于长安镇来说 除了有过把费用的收入 各地客商们上岸歇息 吃饭住宿 也带动了这里商业的发展 从而使长安镇 逐渐成为江南端运河的 重要枢纽之一 长安把边品尝特色小食 一本老相册 记录百年前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十二集 嘉心的运河故事正在播出 长安把的旁边有一家茶馆 这栋清末年间的房子 曾是一位坝头的老宅 他的后代至今仍然住在这里 您好 有人吗 阿姨 您好 是这个人吗 对对对 您好 你好 我们路过您家 您好 欢迎 欢迎 今年76岁的沈姓章 在运河边出生长大 他的祖父就是当年的坝头 过去 长安把是由当地的 曹 王 徐 沈四个家族来管理 轮流做坝头 沈静章的祖父就是沈家的代表 这栋老宅是祖父在二十世纪初建造的 既用来居住 又批出一间房屋进行茶馆 四年前 他们修缩了房子 重新开启了茶馆 他把它给弄成了两个茶室 很精致 很精致 是 这个是洋台 这个小洋台也是以前就有的 以前我爷爷盖的时候就有的 你爷爷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正对着这个老坝头 可能便于管理 有时候有常要过的话 随便叫一下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对面的这些房子 其实也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自己一本 是吧 那是这个有名的西街 就是它前面是店铺 东街西街 对 前面都是街 前面店铺 前面店铺 后面是码头 这也是一条很 过去比较繁华的地方 是 是 作为水路要冲 长安靶也成就了长安立驾 这东南的商业繁荣 一直到三四十年前 在这各种商品的运输船 还在坝上来来往往 周济福臭 百货聚集 以前反正你要到上海 到杭州都是往这里过的 到清明的时候 那个烧香的 烧香船 船很多 还有烧星的船 到上海去 也很多都是往这里过的 我们家里因为有五条船 我爷爷交下来的 交下五条船 五条船出租去 让他们搞印丝的 这就像家里面五辆车一样 他家里开个水上水印公司 对对 然后把其他车出租过去 出租车 过去就是出租船 沈静章还专门把汽车 带到了他的房间 里面使用的都是 清末的老家具 老物件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个是我妈结婚的时候 90年了 驾上过来的 这个都是她的驾装啊 都是她的驾装 包括床也是吗 这个床是我爸的 你去吃荒嘛 就是来扎一个床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你 箱子呀 竹子呀 衣柜呀 你放扎过来的 沈静章外婆的家族 做丝绸生意 通过运河 把南巡的丝绸 销往全国各地 运河为家庆人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 只要勤劳使干 依靠运河 大都能生活应时 饭斗啊 锅里吃好的饭 多剩余下来的饭 就沉出来 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叫饭斗 有一个书语你就知道了 叫饭桶 饭桶就是这个 难怪哦 我还想着这个 这是挺形象的 这就是一个小桶嘛 这个是火炉 火炉 这也是南方的冬天必备的 这个是铜的 铜的 有叫轰宫 就是什么 就是烤脚的 烤脚 也烤手的 手嘛叫手炉 这个放在桌子下面 你写文章 读书的时候 脚冷啊 或者两个脚搁在上面 那一不小心也会出事情 会把袜子给烤焦了 是 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经验 哎呀 太亲切了 不是我妈 她送过来的 所以我全部 是我妈 都是我全部 把她放在一块 让她有个执念 所以她真的是 承载了很多的记忆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好像过去的那些往事 就历历在目了 对对 老是要回忆 是 茶馆除了品尝 还可以品尝 当地的传统小吃 运河沟通南北 很多北方文化 包括饮食习惯 也通过运河 带到了嘉兴 长安镇就有一道 据说很有中原特色的 传统小吃 刺毛燕球 做刺毛燕球 要选用新鲜的连鱼 取肉的方式 是用剪刀 把鱼片固定在岸板上 然后轻轻刮下鱼肉来 这样既能去除鱼刺 又能让鱼蓉更为细腻 打制鱼蓉时 要加入两个重要的配料 一是猪板油 它能让鱼碗吃起来更滑嫩 二是要加入冬笋丁 解腻的同时 还能增加一分爽脆的口感 而要达到刺毛的效果 还需要一种特殊的食材 泡发后的炸猪皮 猪皮需要先用油炸至膨胀 再进行泡发 然后从中间片开 切成小短条 这就是装点鱼丸 让它变成刺毛燕球的关键道具 做好的鱼球放到蒸笼来 旺火蒸七分钟就可以上桌 你看看它特别像 那个带着一个金发假发的 一个白白的一个小宝宝 味道不错 这个味道醋再啥还要好吃 还要蘸醋 这个醋再啥还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一咬的话 觉得里面有馅一样 其实它是没有馅的 就是因为它太嫩了 是不是 然后还有 包括外面加的这个猪皮 其实我要是不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是猪皮 我可能会猜测 是非常有韧性的 那种银耳做的 就是一点那种猪皮的 油腻的感觉都没有 关于长安燕球 当地还流传着很多故事 有说它是乾隆 沿着运河下江南时 偶遇的小吃 也有说它是通过运河 传入的中原美式 虽然无法考证 但运河的确像一条文化纽带 沟通南北 互通有物 运河上喧哗不在 长安把遗址如存 茶馆虽不是百年前 祖父的那间茶馆 但一样诉说着大运河 绵延千年的故事 为了进一步了解 嘉兴段的运河 我们来到长安镇村民 方林峰的家 五年前 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形式日组 就曾对方林峰 进行过采访 他在自己的家里 创办了一间 朝运文化展示馆 家里一进来 就布置成一个小博物馆 对 因为我喜欢 我们的硬核文化 这长安的这些点点滴滴 所以就把它布置成 一个展示馆 是 是 是 这可以看到好多老照片 对 都是关于 我们是硬核上的东西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地图是浙江通知上面的 那可以看到那是硬核吗 这红色线 那边红线就硬核 方林峰曾经做过工人 宋宝园 非常喜欢读书 对历史很感兴趣 特别中情于家乡的运河文化 通过自学研读古迹 也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 三十年间 已经搜集整理了 两万多件藏品 哇 这个是一个仓库 对 对 对 我收藏的一些东西 石料都放在这里 这里面好重的一股梅子味 梅子酒的味 是防虫防柱 方林峰手机拿出的是他不久前 刚刚收藏的一本老相册 这本照片这是应该是1918年到20年左右的 18年到20年了 对 民国书 对 这些都是谁拍的照片 一个德国人拍的 他们一个家庭到我们中国来游炼 可以开得出是德国人 但是就是说 是他吗 有一伙 他们有一群人 这一套相册 由方林峰的一位藏友 从外国的拍卖会购得 他记录了这些外国人沿着运河游历的过程 生动反映了百年前 包括家庆在内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 在这个海宁关潮打猎 对 云林食堂 这个就是我们海宁海棠 这盐关 对 这张照片它是在塔上拍下来的 这张照片上面很生动地看到 当时的时候外国人也很稀奇地 人家看到这表情很丰富 他们也是像看热闹 太热闹 这个就是 这个藏黄 对 这个王家进藏黄 这个就是在我们 1917年左右了 方林峰收藏的不仅仅有百年前的历史老照片 还包括不同年代 与运河相关的票账留存 记录着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 您看的是这一组 这一组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1971年 当时的时候就是杭州那边 有一个呆位 他是坐火车过来 到我们长安 然后就是在我们这里长安住了一夜 这71年10月8号住了一夜 那么然后就是在过了一夜 是9号早上 他是长安 在下河车轮船到生门 到生门 然后到了生门以后 他也又过了一夜 他是干什么呢 他是到那边是应收一条船 那么回来的时候在长安 就在我们长安坝的地方上船 那这船一直多少的费用 然后就是到杭州 经过喜春 这一套半个世纪前的票据 完整再现了当时一个普通人 一次差旅的全过程 让人能感受到 嘉兴长久以来 与大运河的密切关系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 因为为什么 因为硬核 你怎么样就说是 这个硬核是一个活态的文物 那这个就是说 这些票证 这些过河 过闸 过坝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 就是说是我们眼前的时候 才能活生生地体现到 这个硬核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50年代的 是一个票价跟航线 这个是60年代的 我们长安的下河线 长安到临湖的 从长安到临湖 45公里距离的水路上 有15站 基本上就是3公里就有一站 对 所以这样想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水上的 一个交通系统 密直 密直 然后就像是一个公交车一样 对 方林峰还收藏着 不同年代的船票 汽车票 火车票 生动在线的运河边的嘉兴 从完全依靠水路出行 到交通方式多样化 现代化 一步步的发展历程 也是中国运河地区 经济发展的缩影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 这个交通的一个变化 交通的公寄变化 因为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是靠腿走路 那么然后发展到 就是70年代初的时候 就是脚踏车 逐渐逐渐地躲起来 包括到就是90年代 就是我们摩托车 包括到我们今天的汽车 高铁 高铁 就是真的是非业的发展 是 我自己的收集这些 硬核文化的一个感觉 就是重要的意义 就是给人家看 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出行的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要怎么样去爱护这个 当下的一个怀境 就非常重要 我觉得 方林峰建立朝运文化展示馆 是想把自己的爱好 做成公益事业 他还会定期策划 不同的主题展览 向公众免费开放 至今 展览馆已经接待 5000余人次 更有多所大专院校 中小学 把这里作为 学习运河文化的 社会实践基地 方林峰会一直 把展示馆办下去 继续讲述 家乡曾经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家兴 了解大运河 老年皮华亭 亲近运河的新方式 社区菜市场 感受智能化与烟火器 客户评分 也就是我待会 也可以给你评分 是吗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 第十二集 嘉兴的运河故事 正在播出 设置组沿着运河 来到嘉兴市区 发现一对老人 正在滑皮华亭 虽是冬季 气温很低 但他们来来回回 兴致很浓 动作也专业干练 在嘉兴市区 除了一些通行区域 大部分河段 都可以进行水上运动 需要我帮忙吗 奶奶你好啊 向云通和王巧珍 两位长者 是嘉兴本地人 虽都已经年近八十岁 仍然一年四季 来运河锻炼 这个平华亭在这个水面上 真的就像一片柳叶一样 但是其实在岸上看还挺大的 而且很沉 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先是 我们还现买了两条单艇 单艇的 单艇的 单艇是200亿年 我们搬到新房子 也就是说你们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候开始划皮华亭是吗 那个时候应该是也是50多岁的人了 是吧 快60的人了 开始划的 那怎么会想到这个来划皮华亭 我觉得印象中皮华亭都是那种满身肌肉 特别健康年轻的人 人冲浪的 对 您怎么开始会想到玩这个呢 老年人不都是散散步就行了吗 对了 我们那时候 你穿家 家训是一个南湖战宝队 战宝队们早上起来的就是 那么快点和跑步 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河水 你这个水面很好 想到一个滑梯 滑梯 高高水量运动 年轻时候就喜欢运动的他们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 也因此更喜欢一些 与水有关的体育项目 打定主意后 两人并开始联系生产厂家 年轻花甲的老人要玩皮华亭 这让当时的厂家很是吃惊 厂家不相信我们 厂家啊 我们这就是木头的小船 采林的 炸鱼的 高休息的 二十年前好像很少了 他们都不敢卖给你们 是吗 我们叫了车子 运输很麻烦的 他们不包括运输的 那么我们叫了个车子 去了他们知道我们是成熟的人了 二十年前还没有包邮 这么一说 两位老人的故事 当时在嘉兴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皮华艇运动的行列 人们仿佛找到了与运河亲近的新方式 你谁测试测得深的话就重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奶奶教我 两位老人非常热情 邀请我们的记者下水体验 上面已经有我们安装好的一个微型的摄影机 在奶奶的强烈建议下 她一定要让我下水体验一下 她说这个体育精神就是要亲自参与 然后发扬光大 所以我要下水去跟爷爷一起感受一下 我坐在奶奶的位置 看看她平时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然后也可以亲自去亲近一下大银河 好 坐下来 好 坐下来 好了 好 坐下来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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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奶奶再见 好 我滑了 小动作啊 天哪 对 小动作啊 是吗 哇 对的哈 冬的还要小一点 嘿 还挺顺 哇 近距离的看这个运河 好清静啊 就好像觉得我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游泳一样 没问题的 嗯 这种感觉真好 你连个手腕了 手腕 看看 看 看看 我的手腕好像一直没有动了 这个手腕要动起来 手腕要动起来 这皮夹要活一点 好 到天热 这个水面上比划挺比较多的 这一段运河就是过去环城运河的一部分 也是现在新老城区的分界线 嘉庆是少有的以原生台大运河为环城河的城市 最早的老城区只有两平方公里 围绕老城区的运河被当地人称为一环 随着城市规模慢慢扩大 开挖了外环河被称为二环 所以原来的环城河退出了货运航道 成为室内的休闲观赏河 向云通曾经担任过嘉庆肉连厂的厂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肉连厂所有的原料都是通过运河运输 生产的肉制品也通过运河销往各地 这个地方原来嘉庆是最集中最浪漫 那个叫商贸啊 商贸中心 商贸中心都在这里 为什么呢 这里是交通嘉庆火车站 这个就是我们划船下来 对面是轮车码头 那么这里火车站 火车站下来的货 货运转到水运 我往平衡发或者往海洋发 以前是靠水运的 都是船 小船 大船都是 过去在嘉兴 不仅仅所有的货运都通过水路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运河 家家出行都有牧船 就连当时的菜农 都是从农村划着小船 来到城区的市场卖菜 如今 虽然早已没有了运送蔬菜的小船 但菜市场依然建在运河边 它也是市区里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我们来到嘉兴城区的三座老市场之一 杨柳湾社区的幸福里菜市场 我们走进来真的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随便进了一个社区菜市场 但是感觉又干净又漂亮 就像通常那种大超市里面的规划一样 这个地方还有这种像公园一样的休闲座椅 可以想象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在来买菜的时候 如果两手拎着沉沉的菜 可以坐在这里稍微歇一下 然后再去看看 瞧 菜市场里居然都有盆景流水 这里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市场 它装有中央空调 空气流通顺畅 所以没有意味 引入石凳影壁也很有创意 与这座运河古城完美搭配 走进蔬菜区同样让人轻叹 所有的蔬菜都经过清洗挑剪 整齐的码放在塑料框里 摆上风格统一一尘布染的柜台 立刻变得赏心韵目 除了肉类海鲜和蔬菜 市场的两侧还有一些小店 销售当地特产 老板这个瓷疤是你们当地的瓷疤吗 炸菜的 它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切成片的瓷疤 吃起来应该会更黏一些 是吧 这个摊位主要经营当地水箱出产的各种瓷疤 发糕 酥糖 以及一些豆类加工的小食 太好吃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电视的遗憾 只有把它搅在嘴里才知道 它的那个味道有多丰富 然后满口流香 我特别想拿一个毛豆 穿过镜头 穿过电视机屏幕 塞到每一个观众的嘴巴里面 就让他们尝一下 特别的好吃 这个贵吗 15块一斤 15块一斤 对 我要一斤好不好 一斤 好 我要一个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两包这个 好 好 那这些银行多少钱 15块 再收个三十 三十八块 三十八块 好的 谢谢 我要通过 扫 扫 扫 哦 你们这好先进 自会化 对 我才发现他们这个是每个摊位上都有 是吗 每个摊位都有 都有这样一个萤幕上面有 营业制造什么 所有的 对 还有它这个客户评分 也就是我待会也可以给你评分 是吗 然后所有的这个价钱在上面都有 都有 哦 真棒 在幸福里市场 不论是小店还是摊位 都配有一块独立显示屏 除了清晰的标注着菜价 商户信息 特价菜 以及支付二维码 还可以与顾客的手机连接 实时体现每一位顾客的评价 而且购物小票上也有二维码 扫码就可以追溯15来源 除了干净整洁智能化 在菜市场里也能感受到 家庆人性格里的细致周到 像专门卖鸡蛋鸭蛋的小店 除了按家庆分类 每一类还细分成不同的产地 不同喂养方式等十多种 江南的特色食材笋干 也有专门的店名销售 笋干种类多样 店主会非常热情地介绍 每一种笋干加工和烹饪的方法 一直在旁边主动给记者介绍的 是正在巡视的幸福理事长 负责人淮宏 他不仅熟悉每一个摊位 对各种食材也都十分了解 你一看就是在家经常做饭的 是不是 我听说家庆男人都在家做饭 是不是 也都不是 就是给我妻子 大量的家庆男人在家 都是非常好的厨师 那我要一点这个吧 淮宏告诉我们 家庆男人的厨艺如何 不敢下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喜欢来买菜的家庆人 确实越来越多 而这也得益于市场里的人性化装备 智能保鲜柜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智慧吧 那么装了这个 就是也是为了上班做考虑 主要是 你 早上 我们现在小孩上学早 那么大人把小孩送掉 上班呢 要九点钟 那么他 下班呢又买菜 人家我们这里 就等于打工地方 已经收摊了 买不到好的新鲜的菜 那他怎么办 他过来 把菜买好 有冷藏 有冷冻 你可以放好 下了班 过来去 接了小孩 哦 真的 这个非常非常智能了 而且很贴心 是免费的 来来来 我的那个菜也拿过来 因为我们刚刚买的这个菜 还挺沉的 觉得这个 一路拍摄不太方便 那我现在也要把它给寄存一下 寄存 寄存 需要寄存费吗 不用 好 你的手机号 好 智能保鲜柜的存取方法 非常简单 输入手机收到的印证码 就可以完成寄存 并会同时收到一个取件码 不需要保存任何纸质的密码条 哎 这个开了 要点力气 呦 这里面还是一个冰箱呢 是不是 冷藏 真的 它是一个冰箱 这是冷藏的 哦 好 我把这些菜放进去 哇 尽管其实也都不是新鲜菜 都是可以在外面藏住的 好 那你去上班 下班了 回来 我就可以轻松去拍摄了 一会儿拍完了 然后再来 那这边呢 如果我要买这肉虾怎么办 冷冻 这里是冷冻 这就是冷冻 对 也是同样的 左辉温度 右辉温度 这个是负六摄氏度 这是正六摄氏度 对 这完全是一个公共的冰箱 对 淮宏告诉我们 接下来 他们还将进一步完善 保鲜柜的功能 而且还会引入更多 人性化的设备 杨柳湾的市场 都是由过去运河边的 露天市场演变而来 室内经营的幸福里市场 于1997年1月开业 2019年 浙江省进行 农贸市场的品质提升 这里和其他市场一起 进行了几个月的 改造升级 他们还建计了一条 月河文化长廊 记录着幸福里市场 改造前后的变化 哎呦 这个是以前的吗 对 改造以前 就这样破破旧旧的 去年4月份停掉 然后把当时照片留了下来 哎 我觉得这个市场 比较熟悉 这好像是大部分情况下 市场该有的样子 就是很热闹 但是有一点脏乱差 我们这里 现在还一样 还这么热闹 早上 哦 早上还是很热闹 还是很热闹 我每天的能量 大概有六千 六千人 每天六千人 那像现在环境整治了 这么漂亮的话 其实运营成本也高了 那这些摊位 他们需不需要交一些 比较高的管理费 没有 基本上十块钱一天 一天十块钱 对 所以说不管是对于 这个小贩经营者 还是对于来买菜 这些市民来说 价钱是没有变的 但是整体的工作和消费环境 完全改善了 一路倾听着运河的故事 走进嘉庆的智能化菜市场 似乎让人感觉 古老的运河 距离现代化的生活 越来越远 但静心体会 运河里蕴藏的智慧 一直在流传 纵横交错的水网地貌 教会了人们开放通达 乐于接受新食物 营造运河工程的匠心基因 又让人们善于 把科技融入衣食住性的细节里 加上本身勤勉实干的性格 生活在运河边的嘉庆人 在不同的时代 创造出一个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空间